白海豚会转弯 这到底是谁讲的 新任业长吴敦英也再度替自己喊冤 早上他出席全国公教美展的时候 他说这是两位学者的意见 他只是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 至于国光石化开发案 一定会环保和开发兼顾 同时他也向在野党喊话 希望绿营的立委能够赶快回到立法院的岗位 好好的审法案 亲自颁奖给全国公教美展的得奖者 吴院长也利用机会 把白海豚会转弯的争议 说清楚 讲明白 本来就不是我说 那在会议当中 就石部长有转述 这个陈宝朗的这个看法 兼仇并故 假如说环保上有一点点问题 就通通不做 那我们不能炼钢 不能造船 不能开公司 环平桥不通过 那一定不能做的吧 一边替自己喊冤 另一边听到总统府痛骂在野党 不审ECFA就是肇事逃逸 赶紧帮忙还夹 个人的形容不同 我没有所谓认为或者不认为 我的立场 我对立法院负责的 我总是要温情的呼唤 所以我还是再一次 诚恳的呼吁民进党的委员 还有同仁们回到干位上 誤负选民所托 要在野党别在杯葛 不过国共论坛上 中国却不愿承诺 要给台湾签订FTA的国际空间 台湾能接受吗 我们要去跟外国去签 一定要他同意吗 不会吧 我们会努力嘛 那各位看未来的成绩嘛 我们都表我们的一中是中华民国啊 怎么会有人去表 表大陆的那个一中呢 我觉得不正确 吴院长有问必答 不但要捍卫ECFA 也要平息自己引爆的转弯争议 明示节目的苍蕴江教华 拍不到